現在因為一個台北這個地方說要買房子 真的是買不下去 因為房子這麼貴 現在說為了要避免說 這個土地讓這個財團 尤其蓋這些好花的大貨房子 這個財政部國有財政局說 已經僵住三地台北市區的 這個政法庭的國有地 說要蓋一些比較小的 最大的主題 就是民眾可以用這個比較多的價格來買房子 我們像這個可以等我們七十年 就是這台在台北市 人愛路四段跟丹陸一段 上車路口的空地都總538元 財政部國有財政局暗算在這裡 就表現建設的最小款主題 每次介紹比附近行政一邊 這80萬更比較小 比如說有一些現在這個老人安養 或者一些什麼就是平家住宅 所謂最小款主題是說 民眾用比較小的介紹 買房子的所有款和土地的所有款 但是又接到這十年後 第最小款基本的時 就要把土地和房子全部移給人 如果有好的地段釋出過了之後的話 很多的建商都有機會 也都有興趣來投資 而且除了人愛路四段這台土地以外 財政部又選擇航舊南路二段 跟空林路三段 都做三個各有地來設定最小款 必然土地讓財团表起形建和發出 不過有這麼煩惱 在表人使用款改變後後面刷刑 這還是政府應該信心思考的問題 如何透過信託的機制 讓這些土地不會變成這些擁有的住宅人 到時候就不願意被不容易回收 造成後續的一些經營上的困擾 國有財政局表示 在投票條件和組織的問題 現在又在平國幾個月 嚴格著書文章最快8月分到的公佈 希望今年對賤情可以完成公共投票 記者 綜合報答